这是一种悲态 车臣其实曾经出现过所谓的黑寡妇 很多自杀炸弹的攻击 但是谁没有想到车臣后裔的民众 他做过两个兄弟 他们也不是真正有组织性的作为 世上也很难有所谓的后续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既不是圣战士 他只是一种很深的恨 你不能够说他的恨 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你绝对不可能合法性他的作为 因为太多无辜者 在这次的马拉松大赛过程当中 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尤其丧失了他们的双腿 这是一种残忍的联想 当他们开始进行马拉松比赛的时候 他们举起了双腿 然后腿跑的时候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当他们马拉松比赛到了终点 就是他们和自己的双腿告别的时刻 Boston这一次的马拉松悲剧之后 当地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看这些感人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悲伤 什么样冷血的凶险 进行了这么可怕的屠杀 但是再看车臣的故事 世间有很多道理 说不清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复仇的杀害平民跟无辜者 是一件错落的事 孤零零的鞋子呼唤主人 只等到一束束鲜花 圣洁的烛光想给人温暖 最终也甚累住一串 2013年4月的波士顿 遭逢史上最残酷的恐怖爆炸攻击 对上百名伤者来说 这是一条再也无法用双脚 抵达终点的旅程 还有三条无辜生命 就此嘎然而止 看似随即陨落的三个人 其实正是波士顿社会的缩影 来自中国的吕令子 是当地著名大学成功吸引来的 数千国际学子之一 正努力体验这座城市 带给他的一切 包括这场拥有百年历史的巴巴桑 八岁的马丁丽查则出身 当地一个邻里关系密切的社区 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与家人分享每分每秒 照片中的他才刚许下心愿 追求和平 别再有人受伤害 这个甜蜜的家 却被恐怖攻击 彻底粉碎 还有克里斯多 下个月就要三十岁 高中开始就在麻州一家餐厅服务 年年必定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今年依旧在中田线和好友一起庆祝 却意外成了炸弹王贵 全世界都在凝视这个躺着血 悲伤的尺是波士顿 两百年前开启了反抗殖民者的战斗 由今要怎样面对炸开来的恐怖氛围 白宫降下了半期 全美同杯 波士顿甚十字主教座堂 也在周四办了一场多宗教追导会 由总统欧巴马亲自带头 回忆这座城市的建议 像比较以法轮 78年齐 空车轧天约 我们都看见下来的敌冬 被刺激 我们可能会被刺激 momentarily被刺激 但是我们将来拿来的 we'll keep going we will finish the race if they sought to intimidate us to terrorize us to shake us from those values that de val described the values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as americans well it should be pretty clear by now that they picked I don't think the wrong city to do it Not here in Boston Not here in Boston Like you, Michelle and I have walked these streets Like you, we know these neighborhoods And like you, in this moment of grief We join you in saying Boston, you're my home That's the message we send To those who carry this out And anyone who would do harm to our people Yes, we will find you And yes, you will face justice We will all be with you as you learn to stand And walk And yes, run again Of that I have no doubt you will run again That doesn't stop us It doesn't stop us 伤害也更深 我们不肯定了 我们再接受下去 我们再继续承转 我们继续续承转 我们会结束